黃紫嬌買未成年不雅片風暴 越演越烈 檢警也開始追查 這些偷拍片來源 都是從創意私房論壇網站來的 日前除了已經強制封網 週刊爆料 論壇裡的八十名高級會員 都已經被檢警鎖定 將被約談 而這些對象不乏是科技新貴 醫師老師 甚至還有軍人跟警察 根據瞭解 要想成為創意私房會員 要先繳新臺幣大約九千元 如果想進階層高階會員 得再花新臺幣十四萬元 才有資格 會員如果沒有那麼多錢升級 網站也有一條跳擊捷徑 就是要求會員提供原創影片 並且同意會員賣片賺錢 提供數量越多 還可以直接跳升高級會員 檢警也查出論壇負責人 是一名綽號老馬的香港級男子 早期他創立免費論壇 現在許多的高級會員 都已經加入 與老馬都有一定的聯繫管道 這些人後來也成為 創意私房的核心 但老馬聘請的其中一名管理員 不僅沒有將所有外流名單上繳 還私下恐嚇外流者要錢 甚至建立一個新的 無責存款帳號 暗自吸收會員 讓原本嚴密的管控機制 也逐漸失靈 導致不少偷拍片都已外流